理智富德鲁克说,一个人必须知道该说什么,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说,必须知道对谁说,必须知道怎么说。 说话,展现做人的尺度,也显露出一个人的层次,你说什么样的话,就是什么样的人。 没心没肺的人,只想着过嘴瘾,嘴下无德,伤人无数,心存善意的人,顾及他人感受,嘴下有德,暖人心甜。 而那些喜欢把谢谢挂嘴边的人,往往是以下这几种人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起学习为人处事之道。 一,注重自己形象的人。 有些人很注重自己的形象,很在乎自己的礼貌和给别人的感觉,于是在任何时候,他们都会把谢谢挂在嘴边,只要有人帮助了自己,就会说谢谢,只要有人对自己伸出了援手,他们就会说谢谢。 在他们看来,这是一种礼貌,是自己形象的体现,所以他们总会把谢谢挂在嘴边。 我有个朋友,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在任何时候,他都要很精致,而他不仅外表精致,对于自己在外的形象,也是很重视,只要有人帮助了自己,他就会去说谢谢,只要有人做了什么有益于自己的事情,他必然会说谢谢。 不管这个人是谁,每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,当服务生端来了饭菜,他就会说谢谢,虽然他知道这是他们的工作,但是张梦依然会说谢谢,这是他形象的体现,也是对这些人尊重的体现。 其实那些很注重形象的人,就喜欢把谢谢挂在嘴边,只要有人帮助了自己,就会主动去说谢谢。 二,共情感比较强的人。 你发现了吗?那些总是喜欢把谢谢挂在嘴边的人,他们的共情力是非常强的。 现在人与人交往是互动的,口才更容易引起他人的共鸣。 或更有说服力,文才再高,不会推销自己,也只是埋没了,而口才厉害的人就不同,随时都是集体中的焦点,而且能吸引更多的目光。 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一个人只要活着,就需要与人打交道,沟通的,在一个集体,需要沟通了解才能把事情做好。 如果在一个企业工作,需要学会融入这个环境,适应工作,也要适应这个公司的人文环境,与同事和睦相处。 要想很好,更快地融入一个环境,除了自己的价值观,认识,工作能力,主要是看一个人的交际能力如何。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与同事能够和睦相处,你会生活比较轻松,有种同事如同兄弟姐妹一样,就不会有被排斥的感觉。 对于不同的工作环境,生活环境,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交际能力,沟通交流能力,技术性的岗位相对于营销岗位,在交际能力,口头表达能力,以及谈话心理的把控就不一样。 一个人生下来,就渴望融入群体,与人交流,没有人喜欢孤独。 在日常生活中,很多情况下,明明知道对方是带着商业利益的目的,为自己做了什么事,也会习惯性地给他们说声谢谢。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,不难发现,他们从不吝啬每一个谢谢,总是让人内心舒坦。 也恰好是因为这样一份共情力的存在,让他们建立起了别人对他们不一样的信任和安心。 三,加风优良的人。 何为涵养? 很认同梁小生先生的形容,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 而家庭,是一个人涵养的第一任老师,好的家风,不但塑造出品格,也培育出千功有度,礼貌有加的修养。 好比疫情初期那个感动网络的男孩。 他坐在家人的摩托车上路过垃圾桶时,看到一位拾荒老人,于是让家人停车,主动过去把手中的空瓶子递给老人。 又看到老人没戴口罩,立马转身跟家人要了口罩,贴心帮老人戴好才离开。 前段时间,浙江明波发生的一幕,触动了很多人,一对夫妇刚从工地干完活,急着赶去学校接孩子放学。 由于来不及换衣服,夫妇二人身上都是灰尘,他们担心会让孩子丢脸。 没想到,孩子在知道他们的顾虑之后说,这有什么好笑话的,我爸爸妈妈又不偷不抢。 有什么好嫌弃的? 家风,承载着世代传承的气质沉淀,蕴含着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,在无形中滋养了家庭的每个人,任务细无声,家风优良,能让家庭成员骨子里都进入善意与温柔,从而养出一个知礼貌,懂恩情的孩子。 四,严格制定规则,但内心冷酷的人。 一个人总是向别人说谢谢,大部分情况下是有素质,懂感恩的表现,但凡事都有分寸。 如果一个人时常将谢谢挂在嘴边,几乎严格地执行着人与人交往的规则的话,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会冷冰冰。 朋友小薇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,在公司上班时,她经常与一位同事搭档,共同完成一个项目。 在两人研讨的过程中,每当小薇提出对方的问题,或者帮助对方解决问题时,同事便会说谢谢,一天之中,同事说了几十次谢谢,小到一句话,大到一次互动,都是她说谢谢的理由。 虽然,同事如此感恩,会让小薇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,可同事如此密集又近乎严格地表达,还是让她觉得两人很生分,仿佛自始至终,他们都是陌生人,只遵守着该有的礼仪。 后来的事情,果然如小薇所料,那位总是说谢谢的同事,在项目结束后,回到了自己族里,与小薇再无互动,小薇本以为他们会因为十几天的接触而熟悉起来,但那位同事似乎并无此意。 在那位同事看来,她用谢谢回报了小薇的帮助,两人之间毫无亏欠,自然没有再联系的必要。 虽然这样的想法并不算错,毕竟同事真的没有做错什么,可站在小薇的角度上,还是会觉得这位同事太冷酷,好像把什么事情都算得清清楚楚,完全没有感情可言。 而这,也是许多人会遇到的情况,也许在我们周围,很多人能够做到将所有事情都厘清,不肯欠别人一分一毫,但他们并不是因为感恩才这样做,而是希望不亏欠对方,不想与人有牵扯。 通常来说,这样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对方付出了怎样的感情,只会衡量那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,他们或许没有做错,但对于想与之交朋友的人来说,这还是一种不小的打击。 如果你不想,在付出感情后,反而看到别人与你划清界限,最好不要与这样的人深交。 以免寒心。 五,有分寸感的人。 为人处事,有一条重要的潜规则,就是,交往要有分寸感。 喜欢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够保持距离不越界,做事有准,进退有度,为人有责。 这样的人,温和谦逊,有分寸感,又懂得为他人考虑。 但同时你也需要注意这种特殊情况。 当一个人对你过分客套,即使你们认识很久,他还时不时因为一点小事就对你说谢谢,这时候你就要多加注意了。 这说明,他在有意与你保持距离,可能不希望你过多地,介入他的私人生活。 比如说,男生向女生表白,女生只是道谢,那么这个谢谢,就是委婉又不失礼貌的拒绝。 其实啊,人际交往是门学问,远了疏离,尽了生闲,其中的秘诀在于把握好一个度。 对朋友不与举,对亲人不随便,对爱人不控制,不试图揭开彼此最后的面具,保持适当的距离,才能维持良好的关系。 而懂得说谢谢的人,往往也能掌握这个相处之道。 6.懂得感恩的人 人际交往中,很多人经常会犯一个错误,即,以为彼此的关系足够好,就不需要相互感恩。 也正是因此,他们会随意命令,指使他人,并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帮助。 一旦别人不肯帮忙,还会指责别人太过无情。 殊不知,好友之间相互帮助是一种情分,而不是本分,只要别人愿意伸出援手,就意味着他们为彼此的关系付出,并做出了牺牲,于情于理,成年人都应该学会感恩。 倘若有人不懂感恩,只是一昧地接受着别人的帮助,那么,就算在热心的人,也会渐渐感到寒心,说不定,他们很快会放弃这段友情。 人与人之间,讲究真心换真心。 如果不想失去那些深爱你的人,就要学会感恩,懂得珍惜与回报他人的付出,而常把谢谢挂在嘴边,就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,它会让人感到被尊重与回报,从而促使彼此更加友好的交往下去。 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,常常对帮助过你的人说谢谢,也许你的人际交往会更顺畅,一个懂得感谢他人的,何愁别人不喜欢呢? 综上所述,能够真正把谢谢挂在嘴边的人,通常都是以上这几类人,他们在生活中各有各的闪光点,想要假装自己有礼貌的人。 是不会把谢谢挂在嘴边的,因为,一个不是真正有内涵有修养的人,是无法时刻都对别人心怀感激的。